大家好,这期节目是一个短讯 我们聊一下亮亮跟立军的一个后续话题 他俩的这个事情现在来了一个大反转 亮亮跟立军挨了这个社会主义的铁拳以后 决定离开郑州 而且他已经发视频了 就是把在郑州的一些家具的什么了 能卖的卖,能送人的送人 已经说决定了回老家去,回农村去 在那开展一个新的生活 同时前两天在中国这边已经把他全网给封杀了 但是今天他俩的账号突然又恢复了 而且他俩发了一个视频 说他们不走了,他们要在郑州创业 而且立军到他的公司把他的工作也辞了 就是看这个样子,是下定了决心 要在郑州开始创业 要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辞职呢 对不对,他现在能把工作辞掉 说是要在郑州创业 那么肯定是有关部门对他们做了一定的承诺嘛 而且是给了确实的好处 所以他们才这样反转 那么这个事情让人看了以后 也觉得确实也挺唏嘘的 让人心里头也是别有滋味 他俩呢,以前本来就是粉红 然后呢,挨了铁拳,被中共割了酒菜 所以感觉呢,好像对这个中共也比较失望 所以才有了离开郑州的想法 当时看着呀,这个还是挺坚决的 很多人都觉得他这次挨了铁拳 如果能变得清醒,也挺好的 实际我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在中国那边呢,你从小被中共洗脑 或多或少呢,都有一些粉红的思想 那么通过这样一件事情,能把自己打清醒 我觉得未必是坏事,因为当你看清了中共的面目以后呢 你才能开始你的新生活嘛 你才会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嘛 但是从这次他的反转来看啊 我个人认为啊,他还是没有被打死 他依然认为啊,中共是挺好的 只是底下的一些人啊,或者是一些公司啊 在执行这个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呢 不到位,党的政策永远是正确的 你看他呀,这个声音发出来了 被党听到了,人家党就立刻纠正错误了嘛 不断恢复了他们的账号 而且呢,挽留他们在郑州创业 也许中共就把他俩塑造成一个创业明星啊 这个都有可能性啊 因为河南这两年的经济也特别不好 负面的丑闻也特别多 特别郑州的丑闻更多 那么他们树立一个榜样 也是很有必要的呀,对不对 假如说把亮兰跟立军呢 树立成了一个榜样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在郑州创业 那对郑州的官员就是个好事情嘛 对不对 本来亮兰跟立军呢 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另外这个事情这样一反转 显得中共呀 还是伟光正呀 对不对 在这个过程中 又会有多少人在他们的感召下 加入了创业大军 可能一两年以后呀 他们就变成了另外一波被收割的韭菜 如果那种情况出现了以后 那么这个亮兰跟立军呀 可以说呀 就是有意无意的呢 当了中共的帮凶 就好像那些明星给骗子公司站台一样 那么最终他们得意了 老百姓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所以这个事情我总结一下啊 就是像亮兰立军他们这类人呀 在中国是很多的 他们实际也代表了中国韭菜的一个悲哀呀 成天被镰刀割 不割呢他还不舒服 受到多大的委屈呢 只要给他一点甜头 他立刻呀又开始为中共唱赞歌 这就是我们的国民性呀 记吃不记打嘛 那么从他俩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啊 这种思想不能改变 实际这个韭菜的命运呀 也永远不会改变 你不要看他今天被中共数位的典型 也许就是郑州市的一个青年创业的名片 那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呢 又成了被收割的韭菜 又要再挨一遍社会主义的铁拳 你看看中国多少明星企业家 以前都是中共的做哨兵 现在不都变成了阶下穷吗 只有那些看清现实 头脑清醒的人 才能躲过这种灾难吧 好吧这个消息呢 我也不想过多的评述 就是给大家啊 这样来通报一下 实际对他俩这种反转呀 我个人心里头呀 还是有些无畏杂成 如果您对台南这种反转啊 有什么看法呢 敬请留言 如果大家喜欢江泰公频道呢 请订阅点赞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请订阅点赞分享